大家好 情人节快乐 今天是2月14号 情人节这个日子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在很多年前 情人节这一天 我是在国内订婚的 跟我老婆 那个时候订的婚 多少年前了 那是很久以前 今天呢 主要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实际的案例 这位朋友呢 也是表叔看世界 油管的粉丝 是通过这个油管的节目 来找到我的 然后希望我呢协助他 这个办理 商务邀请和这个 行程安排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签证的辅导 本来去年他就 在一直忙这件事 但是呢 这个 国内那个时候管的很严嘛 根本就出不来 而且呢就是美国领事馆 也不办理签证 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最开始 就协助他先 了解他的公司 然后呢 帮他这个 准备邀请函 协助他准备这个 来美国的这个 主要的行程安排和目的 但是呢也是改了很多次 因为毕竟这个 他在国内做不成这些事情嘛 所以是他这个最近 啊 才 有了可能啊 办理这个签证预约啊 然后呢 我协助他啊 这个 把这些行程都 再一次啊更新啊 日期各方面都更新啊 所以呢 他就跟我 啊 花了不少时间吧 然后呢 啊 应该是昨天啊 就是国内的时间 国内的时间 14号 早上8点钟 他预约到哈北京 这个 大使馆 去办理这个签证啊 那么礼拜天 也就是13号晚上的时候 我跟他通过电话 来对他进行啊 面签的仔细的辅导啊 这位朋友呢 是来自于河南啊 来自于河南的一个小城市啊 总的来讲吧 啊 也 也自己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不大的公司啊 就是专门搞婚庆的啊 大家也都知道婚庆是什么样的公司 那么 主要是邀请他呢 来 美国 参加两个婚庆的展览啊 一个呢 是了解传统的婚庆啊 这个呢 是在 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啊 叫做加州婚庆大展 还有一个呢 是在俄亥俄州 这个 哥伦布市的 这个 同性啊 婚姻 这个 这个大展啊 就是说 来了解是这两个啊 这个这个啊 会展 然后呢 啊 建立一些潜在的业务关系啊 然后 再考虑去一下拉斯维加斯啊 因为拉斯维加斯 大家也可能听说过啊 结婚就是可以不用下车 就可以办理结婚的手续的这种啊 所以主要目的呢 还是这么一个啊 以他的这个行业啊 和他的生意相关的这么一个啊 上业啊 这个旅行啊 辅导的时候给他花了不少时间啊 那天晚上啊 问到了几乎所有的问题啊 这些问题基本上啊 我早就跟他嘱咐过 我就说就是这几个问题 OK 他总是担心啊 然后就 写一大堆的清单这个问题啊 然后怎么回答怎么回答 我说这个问题都不会问的 啊 这跟你啊 来不来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他又不是搞调查 对不对 他不是搞刑事调查 对吧 所以不会问的啊 就这个问题实际上都很简单 你什么时候去美国 你去美国干什么 你公司干嘛的 对吧 就是这么很简单的问题 他但是呢 他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所有申请签证人都害怕的 这一到时候问到我 我答不出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俩进行为演练了 那天礼拜天晚上演练了挺长时间的 然后呢 他说礼拜一早上七点多钟啊 就要赶去了 因为他就在这个领事馆 大使馆附近找了个酒店啊 他说 争取啊 这个这个别晚点一定准时到 然后 八点 国内八点嘛 他的预约 后来我就想 我说我这都快到中午了 怎么还没消息啊 我说 我都因为跟他打个招呼 我就说 嗯 无论你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啊 一定要给我个消息啊 让我让我知道你到底过了没有 而且都是问的哪些问题 好 我说 我说这没消息 就说不定是不是被拒了 你知道吧 我还在担心 因为我也是希望 啊 所有能够找找到我的这些朋友们啊 能够都能够顺利的过关啊 因为其实最近大家要是关注的话啊 特别是关注我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啊 他们都知道啊 这个通过这个油管过来的不少啊 这个观众朋友们啊 在我的帮助下啊 不是说吹牛啊 真的都是过了 所以呢 这 终于啊 给我发微信来了啊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都都那啥了 都到中午了啊 才给我发微信啊 当然可能也有时差吧 啊 然后他发了微信 给我发了一个微信什么呢 啊 一张照片 啊 呃 这张这张照片呢 是他在打开一杯 啊 这个一瓶这个香槟酒啊 他说 苏总我已经回到酒店了 正在开香槟庆祝啊 他也没说他通没通过 他说在开香槟庆祝 我想既然开香槟庆祝 那肯定是过了呗 对吧 然后他说过了过了 他说过了 哎呀 我我我听啊 过了 那我心里这块石头也撂下来了啊 因为我也是希望花了这么多时间啊 替他准备他也花了不少时间啊 真的是 啊 是个好消息啊 我就说哎 你还我还在等你消息呢 拿到签证吗 问了啥了 然后他又发上照片啊 就是好像这张纸 这个这个领事馆给的那张纸啊 就是说 你什么时候领取护照啊之类的啊 我就知道他过完了啊 那么大概提醒了 他说我预约的是早上8点30面签 然后我7点半就到了门口 那个时候我前面已经有四五十人了啊 就说明了那么早 还有不少人去排队啊 就说明想出来的人还是不少啊 说排着队进去做各种登记 最后到二楼面签啊 面签我的时候呢 是一个亚裔的男士很年轻 很可能他应该是个实习生 因为他身后还做个老师 他所有的问题都会跟老师沟通啊 看来这个面签的这个面签官是个年轻人啊 然后他问了我简单的几个问题 我去美国干什么啊 我以前去哪个去过哪些国家 然后我的公司是干嘛的啊 我说这个呢 咱们晚上排练过很好啊 就是说 问过他就说你的公司干嘛的 哎果真啊 跟他这个 要去的这个目的啊 是一致的 然后问他去过哪里 他说去日本 所以呢啊 他要啊 人家又要他的旧的护照啊 核实一下他去过日本的这个经历啊 所以呢 他的旧护照也带着的啊 基本上呢整个过程没有花多长时间 而且呢就是相当的顺利啊 所以这下子他心里也踏实了啊 说你心里踏实了 可以放快心了啊 我说我这个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马上还有另外两个啊 也是油管的啊 粉丝朋友们马上也要等着面签呢 应该是下个月啊 三月份的啊 因为他们预约的时候啊 怎么说呢 就是说可能 无法预约到那么啊 那么钱吧 而且他也不想啊 马上就去 因为觉得好像还没准备好啊 所以呢就是啊 都是下个月的啊 我也说就是说 这些朋友们也都心里很紧张啊 他说哎呀 他说那你就 把我过的事情给他们说一说 让他们宽宽心 我说是的是的是的 我说当然了 每个人啊 这个 这个背景也不太 不一样 说实在 有的人也许那天你真的算走运啊 因为我也跟这位老兄讲 我说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自己一定要精心的准备和安排啊 就是说能够想象到任何 可能会问到你的问题 对吧 当然了 这位朋友他也是过度了啊 他问我很多问题我都跟他讲过 说不会问到不会问到 他说那我也要做好准备 所以也做了一些不用工啊 啊 啊 所以他刚刚他跟我留言他说 劳您费心了 入美之日 叮当登门拜访 当面感谢啊 所以 谢谢这位朋友 啊 的确是我就是说 啊收礼物也都收到不少啊 就是基本上全是从油管过来的 都是他们找到我 然后协助他们啊 协助他们这个申请啊 办理签证啊 啊 帮他们解决这个方案啊 策划方案啊等等 啊 从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普尔茶 就说是很贵的啊 普尔茶到这个茅台酒 我什么都收过了啊 啊 谢谢这些朋友们的好心 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啊 非常喜悦的消息啊 如果 这个这个有这种需求的啊 欢迎你留言 我的联络信息啊 就在这个视频下面啊 上面是有这个 我的电子信的啊 私人电子信 另外呢也有啊 因为我每天差不多要收到十几个 啊 这种啊 加我微信的要求 当然 我自己平时还有也公司的业务啊 其他事情啊 嗯 我也不是可能每个人都能够帮得上忙啊 因为 刚才有一位老兄加了我 然后我说哎 我 反正我所有的事情我都是啊 非常透明啊 因为我的做事做风是美国人的做事做是风格 对吧 我不可能就是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说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啊 如果大家每个人都来找我 或者我每个人 就这么三 这个这个三言两语的话 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来恢复这些微信啊 我没那个功夫 我说我只有晚上有点功夫 还有就是周末 有点时间啊 白天我还要干我自己的重事啊 那么有位老兄说哎呀 这个表叔啊 我我身上只有几千块人民币 我才想几千块人民币啊 我不是说瞧不起对吧 兄弟啊 就是说 我说我一个小时我收费是多少 对吧要咨询 我要了解你的详细背景啊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了解的清楚 对吧我要详细了解你 你能够方方面面 我才可能给你一个方案 对吧 我说如果你这点 这点钱啊 都掏不起的话 你弹劾出国 是不是 你即使走线的话 你也要这个这个啊 飞到极多的话 也花不少钱呢 是不是 像这种啊 我希望你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咱们下次再见